快速反应 规范执法 热情为民 打击犯罪 他们是城市110 不舍昼夜 安危与共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 城市110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聚望和海资交据 授争 巨大网栏目 《市区域法》 这市产名证据 《市区域法》 《市区域法》 喂? 你好 私下0948请讲 是310202号吧 据斥 NC106191要打架 对方是谁 能告诉我吗 我们通知 因为他交进锦统 他的应该是把那个时间 进南海 拿到旁边有什么建制物吗 去捡到一个钱包 是吧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101010 现在一台车把我们这个 预警红外的这个停车房的门给堵了 然后现在我们劝他 把车挪一下 他不挪 我知道有个队员先过去 我这边是民警 就是说把牌挂了是不是 挂了挂扁了 变形了 运动过来都不同地 非要地 刚才还堵 你都过来才行 车辆所有的车辆都堵的 你给他 抢不动 我们就报警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队员先坐离车 先把他开到地面去 我们再三轮谈这个事好不好 不要堵在上面 好不好 然后有个大货车 我们下面牌子挡了 现在要上去吃点了 这个就是刚才没有恢复之前的 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要的什么 一个最起码你一个态度 对不对 我们都好说 你起来说 大家来解决问题 你说了 不是 你 你说是不是你搞的 我不知道 我别的没挂到 我就挂了那一个 一个整个警察长 我都转了一圈 我都没挂到 我就挂了那一个 不要再这样说 车是超高 你下去我们都要提醒你了 我走到哪里 我自己能转个棚 我自己都知道哪里 哪里能过 能过不了 我整个广东省的停车场 我都停过 我不是吹牛 去年 前年我都停过 每次都没有出过市集 而且今天都出到这个市集 而且别人都没挂到 就挂到那一个 而且还是个贴皮 又不是个什么贵重的东西 你进停车场的时候 有没有人提醒过 你这个货车不能进去 我不知道 你左一句不知道 右一句也说不知道 这个司机很启动 很拒绝 很抗拒 我这里面还有好多货 你看啊 你看啊 我的尺度都在车上了 你不要给我摆这个东西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给它换成原来的就可以了 也没有说让你 你那个事情本来都没有多大 是没有多大 人在讲的时候 你听 他就关你出去提个这样 你把他恢复 那你接不接受 不接受是吗 在现场没办法达成一致 我们为了避免 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冲突 你只能就是把双方先带回所里面去 大家让双方冷静一下 再慢慢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人家我们这儿都在派出来了 都来了 我归下来给他两百块钱呢 我今儿一天都没赚到两百块 我给他两百块 你卖铁棍的话 我看你这样的太多 你能卖出去吗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了 你做了几十年警察了 我做了几十年走鬼了 我十三岁在外面跑 这样的性格啊 我生意做得好哦 你不要说 我加个微信到时候 明天我卖的疯狂的时候 抢起来的时候 你看我怎么卖的 我跟你说 说个老实话 大家都是明白的人 我今天就是 故意叫他们耗取 耗几个小时 我耗死他 你说刚才我让了一步了 我说一人一半 他刚才找我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还要怎么说 一会儿叫我给你修 一会儿叫我给你搞 我怎么给你修 他觉得就 把你修讨的我太多 他气得还不行 不管谁来 我就不让步 你好好跟我沟楼 交流 也不好说是吧 是不是 你看我们在做生意 在现场因为人多 他会有碍于基督的面子 此称 可是人不多的时候 有可能用另一种方法 跟他沟通 他就会敞开这个心扉 跟你沟通了 你一天卖铁关 能卖多少斤吗 哇 这今年生意不好做 一天神神变变 都千人八百斤 那你何必 把时间耗在这里 气人知道吧 回到锁里面 这个司机 情绪也平复下来了 要钱你就会合理的 家庭考量 好像臭还不行 我估计后续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比较顺利一点 应该就好解决了 我是1983年1月份就来深圳 参加这个官员工作 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 在美宁派所这边上班 就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如果你做事情 如果感到是十年如一日的话 你会做事情越做越枯燥 还是每天比较有新鲜感的 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我把工作都当成好玩的东西去玩 不感到会吃累 你晚上搞完一个事情就很高兴 我们就训练有三个牵到三 有三个牵到点 我们每一个小时都要牵到一遍 每一个牵到点 要求我们就是要停留十到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登记一下 是昨天转现金走了吗 昨天转现金转了4799 然后今天找他就能打个打不通电话 此时福田分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 也在利用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 远程实时跟进这起诈骗警情的进展 在接触警过程当中 完全可以做到扁平化可视化的一个指挥 可以了解自己的民警到底在哪里 在做什么 他跟报警人在一起 是要在网上贷款 交保健金交了四千多 麻烦先登记一下我们 我要给钱 你给什么钱啊 报警 你在老家报警要给钱的吗 不用收费 收什么费 现在我们要去跟你去派手 去立案 立完案以后来派手会去追查 你的钱到底转到哪个账号 我们从这个账号入手 他说很怕 他说如果我报了这个警 会不会形成我一个污点 或者说影响了我的信用 他还说那个什么 如果我不弄好 就说你和我 又会变成那乍生的冷却了 所以他就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你 这个立案真的会影响我 不影响你 忘卸 看到我那个贷款那个钱 那是不是我不要还款啊 你都没带到 他感觉到说又派了身份证 如果下一步 这些人找我去还贷 那我怎么办啊 我就看着他 又好笑又好气 你现在我发现 你还没有从这个事情醒悟过来 你再不醒悟过来 这些人还继续会追着你来骗 你到底醒悟不醒悟了没有 所以你这个事情千万别再相信了 明白没有 不要再跟他有沟通 不要再操作什么东西 这一年头了 主要负责110接触行工作 白石州的街道小 人多 巷子多 在里面巡逻和接触110景情 很多时候都是步行或者跑步前行 我们的要求就是五分钟之内赶到这个景情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在路面在巡逻 像这个城中车里面车基本上是开不进来的 然后我们就只能把车停到外面 然后徒步进来接警 我们接到110景情之后大概用了两分钟左右就到达了国家现场 因为我们是第一间住景 然后我们刚好也在附近 然后里面都还很大烟那个 车尾箱后面有几瓶灭火器 但是作用不大 到周边的这些小店借这个灭火桶 后面灭火桶都用完了 火势还没有制 小店厕所里面用水桶一桶一桶水往里面接 煤气罐在哪里告诉我 你看一下他说在左手边有个煤气罐 但是我们就担心有煤气罐会引发了爆炸 会引发更大的这些伤亡 所有队员把自己的电动车挪开 当时那个消防也来得很快 然后拉起了这个很长的那个消防栓过来 把这个火灭掉 有一名伤者双脚被烧伤 然后已经被接送往医院救治 他那个充电线应该是老旧了 然后在这个他刚好他的船尾那里去充电 他手机当时也在那里 然后就引发了火灾 白石洲城中村是很多生漂窝居的地方 景情多而且复杂 尤其是火景特别危险 因为住的人实在太多了 遇到强险救灾的景情 我们都会火速赶到现场参与救人救灾 发生了火灾的地方 有一个在金梅花园也是十岁的小孩 给他妈打了一下以后也是报警 说他妈说要杀他 把我们吓坏了赶紧跑过去 干嘛 打人 怎么回事 就他让我改正嘛 我去改 然后他突然让我做另一件事情 我说等我改完正前 他就说你什么 他就突然就冲过来打我 打到哪里没有 没打伤 那是如果真的打伤了 再报警的话 那就把那是不是 对啊 对啦 他就是拿着这个打的 这么凶啊 你妈够厉害的哦 他还说出一点伤人的事情 说什么话 说以后不养你的自生自灭 法律是有限制 没满18岁你生出来的 必须养完 你听到没有 不到18岁 是你生出来的 你必须养好他 他妈妈也是 又想气又想哭又想笑 为什么两者 但我为什么就是打你不打姐姐呢 有什么原因呢 骗心啊 一个要说原因的啊 不骗心 不骗心啊 为什么会骗姐姐不骗你啊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啊 你骗的 来来来来 你骗不骗你啊 我不骗你 你要骗就骗 我没有什么好说 对着他没有什么好说 真的没有什么好说 真的的 我怎么不骗你啊 人家怎么骗你啊 你跟他说 你这样说不到什么的 他基本跟你说歪理 你又不骗你啊 他都不骗你啊 你都不骗你啊 那你说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他在外面呢 可能又不是你做错 可能他以前做罪业 做得太慢 还有错了那些东西呢 我做完了 你觉得你无所释从是吧 那你说可不可以原谅你妈一次呢 你已经很多次了 已经很多次了 不单止今次了 嗯 意思就是就是你妈错了 那你想你妈怎么办呢 道歉 嗯 还有呢 保证以后不回 保证你呢 我 嗯 我没有做错什么 哦 今天就没有做错 如果你以后有没有做错 有没有可能会做错呢 他说回对不起了 说对不起是吧 好啊 你刚刚还没跟他说不对了 你这样打人家是不对的 那我们处理的这种 你算是家庭矛盾也好 也不能说不管他 可是也不能深管 把家庭安保好 就跟他先沟通 也跟他讲讲道理啊 这边也翻过来 也批评他妈妈一下 慢慢小孩就平护下来了 那他以后打我呢 以后打你继续报警 下次来处理好吗 嗯 来 装好书炮 我说到 从吃饭 说到现在你都没做好一份东西 就来考试了 我不叫你分好你怎么去温习啊 家庭关系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你妈妈就是怕你考试 考不好而已 小孩 怕也不会打的 好,下次不会打的 可能我打到伤做练考试 是,我也觉得就是了 打伤,人家怎么办呢 算了,别了,别错了… 来,等个慢慢招呼给你 好,走吧 我是95年来盛城参加这个招警考试 从事这个选逻接触警工作 自己已经有23个年头了 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我现在马上要到医院了 你老婆现在在哪里 她现在在家 她没送你医院啊 没有 她在打发展场 这个背后是拿出来的 是你把这几次吧 嗯 有没有用冷水冲吗 用是开水冲 我用冷水冲了一下 用开水烫伤 被整个背部 开水是开的吗 开的开的 完全开的 完全开的 她被她老婆不拿开水 受了伤 但是男子呢 表现很痛苦 别感染 就团了一下 团了一下 团了一下 医生说呢 不是很严重 没有气泡 我带孩子上课回来 回来一看冷不冷冲 没有饭 打电话也不接 她回来之后 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说不愿意去 就吵起来了 我就给我推了她 后来推到外面的时候 拿去开水 就到我身上了 我想起诉她 她的事情不光这一个事 在婚姻内 她私自转移财产 骗我 骗你 我都快掐死了 你说我突然窒息了 她经常就是这样动手 你这个设计心肠 就是骗了 我是二分 被她骗了 有话慢慢说 现在在排球所 又骑着又是到凡手 现在上桌下 抱了无数次警 你都还没知道玩是吧 实在太无耻了 那个您先来退避一下 好吧 您先来退避一下 我看得非常恶劣 现在我往那推她的 她拿这东西要打我 我往前就推她的 是 我往那推她的结果 我是推了 但是她拿东西要抓我点 我现在我没办法 我把它给摁了 摁了之后她要坐马桶 之后都摁了之后 洗手间 我就把它往处拉 往处拉之后 就走到门口了之后 拿水壶开水 穿过道 后期之后 我才要拿银子打 后头一想的话 这个太重了 毕竟是有个孩子 我就没有打 我就没有打 我现在去幼少女科 因为她的情绪很不立即 因为我 有生命受到危险 原来在这起诉我 我为了孩子 我坚决不同意 那法院子 找我调解来说 我坚决不同意 小孩十岁 那她哪有这样 当着小孩面 辱骂她妈妈 当着小孩面 跟我动手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回去把东西收拾起 你离开 对 我离开 对 我离开 你要我刚愿走 这个走孩子我去看 就拿着动不动 拿着危险我 而且就是不管孩子走 动不动就什么住 别管 那个追杀的警长 你现在马上帮我 去课间查一下看一下 你妹妹搭个 穿什么衣服 大概多少岁 她在家里出来 我不知道 我是装在衣服上 过来 短头发 微胖 穿过去 穿过这条 赶紧了 赶紧 走前一点 对 走一点点 走来 后面一点点 你看那个岸下面 我看这上面 你看她逛过来也没有 就在黄光宗和队员们 在海岸边寻找时 收到了110指挥中心传来的讯息 疑似青山的女孩 已在福田区被巡逻民警找到 并安全送返家中 但是 当黄光宗带领队员 准备恢复巡逻时 又再次接到一起疑似青山的警情 仍然是在同样的地点 深圳湾公园 他们所负责的巡断区域内 刚有一个人报警 他自己说他想自杀 有他的这个相片 您看一下 你看一个二十岁多一点的一个女孩子 看到了你就跟我们联系 好吧 接连两起疑似青生的警情 让黄光宗想起了一周之前 在同一个地点 他们曾经劝解过的另外一个女孩 我真的求你了 我就想他做活 这比你瞎满意了 我求你了 我就想你做活 我就想安安静做活 那你能不能在上面做 平然啊 我自己想那样做不行 如果你有什么帮助 我们可以帮助你 你让我求我 我真的没法活了 我们不打扰你好吗 不要我踩船 谁要滑回来 喂 他往海里面走 我就拉他 就把我拽倒了 我站在石头上 我站不那么踏实 拽倒了我又没敢松手啊 倒地以后他在石头上 就要插上了手 你看 这里这三个孩子 这里都还没有完全好 这里有 还有脚伤 还有点伤 好不好 你看都是水 来 小心 本来这样好好的 你们为啥不要打扰我呢 下面不安全 上面安全 啊 算给上面再说 你看 来 算了 你看 是吧 安全第一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您关注 您拨打的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 在前面可能要 在前面 走到十分钟 十分钟 最后的定位 但是 就是他始终不接电话 你看下面海 我看上面的草丛这边 印度可以 去 您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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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核生重担长 查出了他的快递收件地址 那边是他在罗湖 那边 在罗湖那边 是已经过去找到人了 他已经回到家了 是 那好 那我们回复行了 110巡警 日夜奔波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在城市的上空 交警则利用直升机 指挥疏导着地面的交通 对于深圳这种超大型的城市 特别是机动车已经超过300多万辆了 那么每天在深圳市内活跃的机动车 都已经超过150万辆 那么在这种交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 及时地掌握路面 各个主要干道 特别是快速干道的这种流量 以及路面轻微插红这类事故 使得做到快速的反应 对于缓解城市的拥堵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另外也通过直升机 对路面交通事故的伤者 快速地进行救援 那么在地面交通拥堵的时候 可能这个能争取更多的防径时间 现在110这个报警平台也深入于人心 并且它运作是24小时 不间断的运作 在老百姓心目中 现在主要有什么疑难杂症 或者有什么困难 第一个想到就是打110 警务规章制度 是有警别接 接警别到场 有时候真的我把工作当成一种娱乐 你在干这个活之间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会了解很多东西 那你就会充满着业情 充满着兴趣了 平常我就会 不管是在报纸也好 在电视也好 在看到有关这些新闻 对我警情有帮助的 我就会把它收集起来 最后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我就直接把这些事情 跟他们解释 拿出这个条例来跟他宣传 寻逻要求是 有警的时候迅速到现场 没有警的时候 就在主干的 里面有密集场所 加强着寻逻 收到请讲 收到来自老师 八十九分 八十九分 收到 宝宝客 五十五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